哈喽朋友大家好 刚刚村里一位奶奶她家拆老房子 然后捡到一张老纸币 这张老纸币我也是贪图便宜 花了100元 把它万购下来的 也不知道是值了还是亏了 这种纸币都没有见过 现在我切换镜头拍个军品给大家认识一下 看一下这种实验的纸币 你们有没有使用过 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老纸币说实话 我活了30多岁都没有见过 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哈 估计用过的人都已经8、9、10岁的人了 我们能看到 像正面呢 它的图案有很多个头像 这几个头像 我一个都没认识的哈 是实验线的 编排号码也有 这张纸币呢 显示是1965年的 再来看一下背面 背面这个图案呢 是有个北京的天安门房厂 大家来看一下 像这种实验的纸币 估计很多90后 00后都没有见过吧 有没有见多实广的网友们 对这种实验的纸币 有更好的知识 有更好的知识了解 可以在我评论期 分享 告诉我们 通过今天的视频 刚刚我们也认识到了 我手中这张实验的 老子币 说实话 我活了30多岁 也是第一次见 也不知道有没有见多实广的网友们 像这种实验的老子币 在你们手中现在还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见过 这种实验的老子币 目前可以上市 真的是少见了 也不知道将近发了100多块钱 给奶奶换下的 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 我也是属于好奇心 所以就给大家认识了一下 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 如果有使用过的网友们 可以在我评论期 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这期视频就先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